各位頂姐妹你們好,歡迎你來到這個網上的《適經討論會》 我們這次仍然繼續講到《淑寧恩慈》 在《哥林多前書》12章8節開始 不過我們這次就看第10節 又叫一人能行義能,又叫一人能作先知 又叫一人能便便諸靈,又叫一人能說謊言,又叫一人能翻謊言 我們首先講到行義能,行義能其實是很廣闊的 耶穌有說句話,我所做的事信我個人也要做,並且要做彼此更大的事 就是說耶穌行過的神職,信他的人都可以行的 當然在這個世代,我們行的神職是某程度是耶穌有做過,譬如醫病,趕鬼 還有也有人叫死人復活的 但是呢,的確有些神職是,很少人說到會行這些神職 但是呢,有可能在大災難的時期呢,因為基督徒需要面對更大的挑戰 在大災難的時期受迫白,為了保護基督徒的安全 還有呢,為了能夠幫助其他基督徒,或者有機會傳福音呢 神可能就會賜給我們更大的能力 那其中一件事呢,聖經是耶穌有說的 當你受迫白的時候,你不用想定說什麼 是聖靈會指教你當說的話 那所以這個經文告訴我們,在受迫白的時候呢 是基督徒會更多聽到神的聲音的 就是神的跟他說的話呢,是會更多聽到的 由這個經文我們可以知道,就是說 受迫白的時候,基督徒得到的幫助會更大 就是在那個時候呢,可能呢 基督徒會很多時候收到神的訊息 就是說,怎樣逃走啊,怎樣可以得到食物啊 那怎樣去傳福音啊,幫助哪一個人啊 那神會跟我們溝通 那所以基督徒呢,在今世代呢,是應該學習多些聆聽神 留意聖靈的感動 有些人信耶穌,他不知道這件事的 就是他是信耶穌,不過他不知道原來呢 聖靈感動,他知罪 這個是聖靈的聲音是最普通有的 就是說,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有的 我曾經問過一些人 你會不會犯罪的時候覺得不舒服 跟你未信的時候是有分別的 還有你的心一直都想信靠耶穌的 那這兩樣呢,就是一個 基督徒得救必然的有的果子來的 就是他會敏感罪 聖靈會提醒他敏感罪 還有呢,會繼續信靠耶穌 那也有其他就是他會有果子的 聖靈的果子,在他生命裡面會顯露出來 那但是比較明顯的,強烈的 就是第一,第二樣就是會知罪 還有呢,去信靠耶穌 這兩樣是比較強烈的,清晰的 那因為很多人遵從神的程度不同 如果一個人完全沒有遵從神 他是可以不得救的 那但是有些人的遵從神的程度 的確是很有折扣 就是譬如他在很多地方 他沒有心去關心人 他只是注目在他的困難 都有很多基督徒是這樣的情況的 那有些可能是不得救也不一定 不過呢,也有些是得救 不過他那個果子是很弱很弱 那但是呢,知罪這件事呢 是一個最基本的彰顯 那所以基督徒應該在今世 操練多些聆聽神 留意到聖靈的聲音 那於是呢,就會在末後的日子的時候 聖靈指教我們當說的話 還有教導我們怎樣有安全啊 有食物啊 都是基督徒現在這個世代學習 多些聆聽神 留意神的聲音 就是神的聲音是合乎聖經的 還有呢,會帶領我們 對我們當時的情況是有幫助的 也都很多時候 是未必那個人是想開那些意念的 他是會 就是說他平時不是這樣想法 但是呢,在有聖靈感動他 他會多些關心人得救 他會多些留意到自己的罪 這些都是讓我們知道 這個是聖靈給他的 是他本身沒有這個質素的 好,那我們就 看回這個行義能 那行義能可以包括什麼呢? 其實我們真的沒有一個限制 到底到時候呢,行義能會包括什麼呢? 我們不肯定的 那有些耶穌有行過的神跡 就是沒有聽過人說過的 其中一個就是 行在水面上 那神會不會 在我們困難的時候 叫我們行在水面上呢? 另外是移山 耶穌有說到的 他說 你有信心 還有一顆芥菜種都可以移山的 那我曾經去過埃及呢 就有一個 一個地底的教會 其實不是真的好地底的 那裡是一個垃圾的 那裡是一個堆積的地方 所以是有些垃圾味的 就是有很多垃圾在那個地區的 那裡呢 那裡呢 就有一個 就是他有一半 那個地方 聚集的地方 有一半是 在 有一個石頭在上面遮住的 那另一半是露天的 就是他本來就是 可能是小一點 就是都是在 在石洞裡面的 那後來他們擴展 越來越多人 那這個是屬於天主教的 那是很多座位都放在那裡了 那在那裡呢 牆上呢 就有這個這樣的圖畫 就是講到曾經以前 歷史上 曾經試過有移山的經歷 就是因為呢 當時有 有一些人呢 來攻擊那個地方 就 那他們呢 就 就 就 有一件事他們 跟他們說 神是真的 我們信的是真神 那那個攻擊的 那些王呢 就說 你要證明你是真神 那就 講到呢 就是移山 你能不能有移山 那他們呢 就 招聚那些人一起去祈禱 那其中有一個人呢 這個 這個人其實 那在 在天主教來講 他覺得他很偉大 那到底是不是很偉大呢 就真的是 就是 他有偉大的一部分的 不過是不是這樣的方式呢 我們都可以 去思考的 那這個人呢 就是什麼呢 是一個做 皮象的人 就是這個很久之前 一個做 做那些皮鞋 那他就講到 有一次 有個女士來做皮鞋 他就 跟他量度一隻腳呢 當他量度一隻腳的時候呢 他就看到 那個女人的腳呢 腿部啊 覺得 有一種有淫煉出現 那他呢 那他呢 就跟著 聖經的講呢 就找 他的工具 將他一隻眼 刺穿了 那呢 就說 耶穌說 如果你一隻眼 令到你不能夠去天國 你就將他 畫出來 那他呢 就跟從這個教導 那他 當時來講 天宗教就覺得他很虔誠 那又叫這個人 和 他們那些 宗教領袖 一起祈禱 那真是 量度了 那個山移了 那這個情況 就是我們 沒得查考的 就是這些很久之前的事 那到底在大災難的時候 神可不可以做這些 神一定可以 不過神會不會 叫我們行這些神跡呢 我們不知道 但是 就是說 在神凡事都能 在一個 受迫白的情況 我們可以求神 賜給我們能力 去做一些事情 譬如說 五餅二餘的神跡 那其實也都有人 見證有這個神跡 Heidi Baker 就是去非洲的宣教士 他曾經在 這個多倫多機場的大復興 是參加聚會 是幾天幾夜都不能夠自己站到去身 那些人要撐起他 帶他去洗手間 就是那些女士 那他經歷了喜樂 和神的能力很長的時間 他每一次帶聚會 就是現在來說 那些人請他帶聚會 他一定有很長的時間祈禱 他才開始做其他事情的 那他是很注目在祈禱的 那他就說到他在非洲試過沒有食物 那他們只有很少的食物 但是呢 他們就祈禱之後分 結果呢 是能夠餵飽很多人了 那他就 驗證到 就是說 神真的在今天都能夠行這個 五餅二餘的神跡 那在末後的日子 到底這些怎樣發生呢 我們不知道 但是呢 我們就說 我們相信神有這個能力 我們信靠神呢 神可以做這些奇妙的工作 那麼分餅啦 或者是石頭變餅啦 或者是不用吃東西啦 是祈禱有神的同在 就不需要吃東西啦 那這些都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那就是說呢 在那個情況呢 我們就求神給我們信心 那還有呢 有這個創作力 創作力 創作力 就是說呢 在這個情況 如果神行什麼神跡 可以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呢 那譬如說 那些敵人追趕了 那他們可以走到水面 或者呢 是移山 攔阻敵人 或者呢 將那些炮彈呢 打回頭 打回他們 那這些都是可以 就是可能 有可能性的 那我們就求主幫助我們相信 真是深信 神是大能的 我們今天經歷到神的醫治 釋放能力 醫治呀 趕鬼呀 我們知道神 今天能夠做 將來都能夠做的 那就是這個 行義能的 的恩師 那 就是其實 是包括多少樣東西呢 那這個真是到時候 我們在那個情況之下 我們 求神去帶領我們 到底有些什麼神職 神想我們當時行的 不是為了我們的 就是不是為了我們 私人的原因 那是為了神的國的原因 有些什麼神職 我們可以求神去幫助我們 走出來的 OK 那有沒有人有問題呀 關於這個 行義能的恩賜 OK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祈禱一下 耶牧師呀 耶牧師呀 你剛才說 基督徒需要操練多些聆聽聖靈的說話 那跟行義能有什麼 這個恩賜有什麼關係 我錯過了 OK 其實呢 沒有什麼關係 兩樣東西分開的 因為我剛才說 在受迫伯的時候 耶穌答應 祂聖靈會指教我們當說的話 那所以呢 神是答應了在受迫伯的時候 祂會跟我們說的話 就是說祂會做更多神職 那同樣地 神都會行義能 這樣的關係 你拿不拿到 就是正如祂會跟我們說的話 祂都會行神職其事 就是順帶講出 不過根據就是 根據聖經所說 我們受迫伯的時候 聖靈會跟我們說更多說話 所以呢也都應該是會 有更多神職發生的 也都我相信呢 在這個時候復興更大 還有更多人呢 是傳呼音啊 能夠有效地傳呼音 到底是不是很多人信耶穌呢 我不知道 但是在這個時候 會更加有效 還有那些基督徒 會更加熱切傳呼音 如果我們大家留意 馬太二十四章呢 是有講到呢 就首先是基督徒 受迫伯啦 基督徒跌倒啦 還有呢 很多人跌倒 很多人呢 被此陷害 被此恨戶啦 就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可能大家覺得 哇 那就是很慘啦 但是跟著下一句說什麼呢 就講到天國 這個天國的福音 要傳到 傳遍普天下 向萬民作見證 然後末期才來到的 那這個很特別的 就是在受迫伯之後 然後講到呢 這個福音 這個晚太二十四章十四節那裡 講到呢 就是福音要傳遍天下 那麼呢 就 在 如果看回經文 我現在打開了呢 就是 第九節和第十節 就是講到 將來很多人跌倒 那時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裡 也要殺害你們 你們也要為那些名秘萬民恨戶 然後很多人跌倒 彼此陷害 彼此恨戶 然後呢 就要假先知起來 不法的事 增多很多人的愛心 就冷淡了 那麼 然後呢 十四節才講到 天國福音而傳遍天下 對萬民作見證 OK 還有沒有問題想問 那我總括一下 我看一下 我哭了 譬如恨戶能這樣 恨戶能呢 就是 現今 很少人講 恨戶能 即不是太普遍 但可能就是 在末世的時候 就會越來越多了 我總括一下 看看我有沒有聽謀 那 恨戶能呢 就是 現今很少人講 不太普遍 但是 在末世的時候 可能就越來越普遍 越來越多 因為是 末世 那聖靈就會 被 因此更多的人 為了 要傳福音 做拯救的 工作 是不是 是 而且都是保護基督徒 因為呢 當時基督徒會被殺的 是 的確會有基督徒被殺 但是呢 神是會保守 相當數目的基督徒 能夠在大災難中生存的 因為在 大災難時期 是 講到有 基督徒的見證的 就是說 所以呢 他們的德性 是靠 高揚的血 和他們所見證的道 所以基督徒仍然在作見證 好的 我們祈禱 一起站起來 放鬆個人 聽到天父 我們多謝讚美你 因為你是 全能的神 你是慈愛的神 大能的神 一切的事 都在你的掌握之中 我們看到這個世代 真的有很多的問題 很多災難 已經開始發生 我們看到物價高漲 糧食短缺 很多地方有飢荒 很多地方氣候影響 很多地方有戰亂 還有戰爭的聲音 我們知道這個末後的日子快到 求主幫助我們 是有心理準備的 知道我們世上所有的財富 這些一切都不算什麼 但如果我們積財在天 是永遠存留的 還有我們能夠為神做的 是有永存的價值 也能夠拯救更多的人 幫助他們能夠得著神的救恩 多謝天父的大恩大愛 主幫助我們整個生命獻上給你 大大給你使用 求主更新我們的生命 與我們同在 加力給我們 幫助我們建立和你的關係 時事信靠你 享受你 多謝耶穌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我們時事都喜悅你 我們時事都感謝你 我們時事都仰望你 神你是我的依靠 感謝天父 多謝耶穌 我們全心愛你 全心感謝你 耶穌 耶穌 我愛你 我跪拜 你面前 尊心愛 flood 我盖 過 我 尊心愛 尊心愛 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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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天父,赞美天父,感谢天父 求主加力给我们,帮助我们有信心 也不惧怕大灾难,赐给我们刚强壮胆 给我们看到,跟从神,遵从神 这些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 世上一切都要过去,但我们跟从神 遵从神,荣耀神,传人福音 是有永存的价值,并且我们今生 得百倍,来世得永生 多谢天父,赞美天父,祈祷奉主耶稣 圣明,阿们 那我就讲讲这个 礼拜五呢,我们会有等候神的聚会 那大家请在群组那里可以报名 七点到九点的 好,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主与大家同在 还有没有人有问题想问吗? 想问一下牧师呢 因为我听过呢 有些讲说呢 就是关于刚才你说的异能 其实受敌呢 都应该是否可以做得到 可以模仿像神那样 是啊,是啊,是啊 我听说他在天空什么观音像 佛像的显明 都是没有这样的情况 这个圣经没有说到 不过 不是,圣经没有说到 就是可能有类似的 可以模仿那个动作 就是受敌都可以在天空显明 被那些不信者去看到啊 就是去迷惑他们 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可能 有可能性 但是看果子 看果子和他所传的真理 是不是合乎圣经的 他所传的 如果是假道理的 是因为唯有基督教 和圣经是有完全的证据的 所有宗教都是没有证据 证明他是从神而来的 他的教导也都是证明不是从神而来的 那所以呢 我们从那个 他的生命可以看得出他是不是属于神 那这个来到分辨 圣经的确是 撒旦是会行很多异能 敌基督会行很多异能的 我猜天会是 对不起 我猜天会是 我猜天会有渡 要听可能 你也多不信心 你也有 我猜天会是 我的天会 天会能 那我猜天会 我猜天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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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